是很多人不敢去俄羅斯 對不對 大家都說俄羅斯很冷 很冷 但是俄羅斯就一定冬天的時候 都要去 其實我自己也不敢回去 冬天的時候 那妳現在要跟我們聊什麼 但是其實你們都覺得 俄羅斯是莫斯科對不對 俄羅斯其實很大 因為東邊 東部那邊就是很近 你從台灣要飛到俄羅斯很近 就要轉機在香港 什麼日本 韓國都可以 然後兩個小時 比如說到我家 我家是海森圍 海森圍 對 從東京到我家 只要飛一個半小時 這麼近啊 對啊 這麼近 因為俄羅斯太大了 然後又不貴 大概兩萬塊就可以買幾票 來回 所以其實不貴 然後俄羅斯的冬天 有什麼好玩的呢 你們大家都知道吧 蒸汽浴 蒸汽浴 我們叫巴鴨 你們可以學一下 很簡單 巴鴨 巴鴨 因為有點像台灣的三溫暖 你就是要去那邊 因為外面很冷對不對 其實我發現每個國家都有 日本有那個什麼 溫泉 溫泉 對 台灣也有三溫暖 也有溫泉 韓國有和什麼 對 對啊 對 然後那邊你就在那邊在三溫暖 然後你覺得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去外面 那直接跳雪裡面 哇 對啊 很帥啊 很帥氣 但是你一定要喝一點酒啊 壯蛋 對 但是這個對身體很好 其他那邊可以 其實俄羅斯人很喜歡在巴鴨 談生意什麼的 或是 就是叫漂亮的女生去那邊 陪他們喝酒這樣子 真好啊 小楊哥 他不是三溫暖嗎 對啊 怎麼了嗎 不知道我們上去要不要一起去 對啊 小楊哥 去泰國爭什麼蛋蛋啊 去俄羅斯不是很好嗎 真的嗎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心態 就是像一個Villa 那邊什麼都有 有一個 一個房間是三溫暖 另外一個是 你在那邊就可以吃飯喝酒喝茶什麼的 你不喝酒也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房間那邊有船 你就如果你有說 就像這樣 對 如果你有 對 它是在小木屋裡面 這個是在三溫暖裡面 對 然後為什麼我剛剛說 感覺是一個要故作震驚的地方 那不然你滿腦子在想 沒有啊 這個就是在三溫暖裡面 我們拿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說 它就是一個 一個樹葉 樹葉 對 然後你要搭別人 用藥草的方式 對啊 就是你撿看 這個其實我有做過 你做過很辛苦對不對 我那時候去俄羅斯 他 我去 他的環境沒有看起來那麼好 比較陰陰暗暗的 而且 你去比較偏你的吧 不是 你有可能因為我出外景 你知道嗎 不是 陰陰暗暗的 我們想聽一下 你去的那家有什麼東西 對啊 陰陰暗暗的 很正常 因為我們在拍攝 在出外景 他說用那個打會痛嗎 還是 我拍到很粗的 你覺得不會 我覺得會 可能是我們男孩子 他就是拿一堆樹葉 那感覺好像在驅魔 還是什麼的 你看這樣子 我們男生都好髒喔 對啊 很辛苦 他其實那個味道聞起來 有點像是艾草的味道 然後他會在火爐旁邊 放一些類似像艾草的東西 一樣都有那個藥草味 然後他是整把拿起來 結果往你身上開始 打一道啊 對 就像曲血一樣 他真的 他一開始是這樣 打到後面就 風倒火雞 你知道嗎 真的是打 打到那個樹葉都亂飛 我不誇張 你打出了一些情緒來 真的 他應該說什麼還是什麼 沒有 樹葉不見都變藤條了 這個打完地上全部的狂風掃落葉 不誇張 但其實對身體很好 我們相信 如果你們一個禮拜出巴尼 你就不會感冒 那是女生嗎 女生服務嗎 女生 不是 我們男生跟男生 有三個女生分開 所以那時候打你也是男生 男的 你打完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肩膀 忽然變很輕 真的 你知道嗎 我乾脆化成一股白煙 我就走了 你們那邊有喝酒嗎 其實最好玩的 大家去巴尼亞的時候 你就去三五暖 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五個小時 你一直在喝酒吃飯 你們有喝酒嗎 沒有耶 你們外景應該都嗎 對 我們窮啊 我們外景就回飯店吃泡麵 那你說便宜是多便宜 他一次多少錢 大概一個小時應該一兩千塊 那你比較高級的一點 應該有五千塊這樣子 除了這個有什麼好玩的 就可以 一整個杯都是窩水 沒有 他說有女生陪你喝酒 沒有 你去一個禮拜 你不可能每個禮拜 每天都去那邊 在那裡 小良哥的行程就是這樣 超早打到我 他就進去之後就沒在出來了 一天氣個小時就沒在出來了 就沒在出來了 其實有很多 你們剛剛說要滑雪 什麼都有 當然一定要的 有些的地方一定有 所以 所以L社也可以滑雪嗎 當然可以啊 怎麼不可以 我們學這麼多啊 一定 怎麼那麼冷啊 怎麼沒有學最多啊 我小時候去學校的時候 我就滑雪去學校 沒有辦法走路啊 滑雪耶 去學校 有時候我們都沒有辦法開 這樣子 因為它這麼高啊 這樣子 學太多了 歡迎來俄羅斯玩 男生要帶很多衣服來 很冷 很冷 很累 俄羅斯女生 我覺得我也很喜歡去滑雪 像剛剛馬丁說的 對 我們都知道 滑雪都很棒 你喜歡去滑雪場不穿衣服 沒有 沒有 那你美中部組的就是沒有帶我去 可是房間裡面很熱 這是他最聰明的一個決定 那去歐洲當然是很漂亮 可是很遠 那大部分的人會去韓國 或是去日本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去北海道 這不便宜的 對 我會推薦一個地方 就是叫 哈庫巴 哈庫巴 我知道 我去那邊辦過節目 哈庫巴是在 拿甘露附近 好漂亮喔 然後要飛大概 十個半個小時 飛機大概 一萬五 街票 來回一千五 百馬村 一萬五 一萬五 來回一萬五 對 一萬五 然後在那邊 因為是比較想像的地方 比如說那個學票 五天七千塊台幣 便宜 其實很便宜 然後住的地方 有很多那種 一些很大的飯店 然後很多榻榻米 一個晚上一千五 便宜 很便宜 所以這個地方 我知道很適合 跟兄弟 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也有很多Airbnb 那 因為你知道 北海道 其實那個山很高 所以那邊非常冷 可是那個哈庫巴 其實中午的時候 就可以在外面喝啤酒 吃東西 曬太陽 好棒喔 非常的舒服 白馬村 對 白馬村 在哈庫巴 然後要飛到Nagano 十個半個小時 然後做一個bus 一個shadowbus 一個小時 Nagano在哪裡啊 這比較難 靠近東京 比較靠近東京 OK 對 我再跟你拿行 因為對啊 滑雪每年都會出去滑雪 然後如果是 比如說四個人 那時候有一些 我們遇到一些美國人 他們住了一個很大的房子 然後有四個房間 然後可能一個晚上 這個房子要大概一碗五 所以其實你是十個人去 就很便宜 可是那邊真的好漂亮 像童話故事一樣 那種畫面 對 我第一次看到我覺得 哇我在哪裡 真的太漂亮了 我沒看過這麼漂亮的地方 那他吃的東西好嗎 有啊 很好啊 那邊的那個很原名的是 手把 手把麵 聽他這樣講其實有點像清景哲 真的 應該比清景哲的雪多啦 對 可能消費可能也沒那麼高 但是玩雪 我還是覺得可以去俄羅斯 因為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錢 比台灣的錢 少兩倍 所以物價便宜 對 就你要付台灣的一百塊 在俄羅斯變成兩百塊 那你自己算一算 就很便宜喔 對啊 歡迎大家來俄羅斯 俄羅斯最佳的人選 對 對 台灣人出國旅遊啊 會有哪一些必要 讓你覺得 真的有夠驚訝的 怎麼會你們台灣人會這樣呢 我 有做什麼事嗎 他們出國一定要帶很多東西 你不覺得呢 例如說 就是例如說 我們去外景 去外景三天 那你要帶什麼 就帶很簡單對不對 帶一個睡衣啊 我不知道什麼T恤 對啊 他們要帶 洗衣 洗衣 不是 對 洗衣 洗衣粉 洗衣粉 然後洗髮精 鹿液 這個還好 這個我可以了解 對 那你帶自己的 這個還好 我還可以了解 那你帶自己的枕頭 怎麼樣 他覺得他飯店的枕頭 他睡不著 他帶自己的枕頭 去外景三天 他就是有帶兩個行李箱 這樣子 你不覺得太多嗎 心理箱有點 對 有點太多 或者說 外面的東西我也不喜歡吃啊 那我帶自己台灣的泡麵 然後帶很多泡麵 然後都是不想去餐廳吃 都是在家裡吃泡麵 不是因為有的時候 所以你有跟梁赫群出過國 對 不是我會帶兩包備著 就想說 萬一你去外面吃東西 口味不合或怎麼樣 晚上又肚子餓 又沒有一些便利商店 但是你再怎樣去都是香港跟澳門 跟香港跟澳門 到底有什麼不合理吃 我可以買香港的何味道啊 吃的味道真的很喝 對啊 你不是要吃吃乾杯國家的味道 真的我覺得 台灣在這個照片啊 IG直播的文化 是有點太嚴重 啊 像 那個美國 比較嚴重嗎 這不是台灣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 就是比如說在那個 布魯克林 Bridge 在紐約 好多人在 一大堆就 全世界的女生在那邊 全部都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會聽不懂 他們比如說唱西班牙話 我聽不懂 聽得出來 他在罵他男朋友 他幫他派很胖 我就是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我說你去 你需要我幫你拍照嗎 他們說OK 然後就幫他拍 這樣子給他 就救了他的男朋友 對啊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都還好 真的恐怖 就是你們兩個俄羅斯人 你是四個 俄羅斯人出國超恐怖 真的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是要飛去澳門 本來很單純 我們飛澳門辦簽證 逛街回來很健康 這樣子 結果呢 我這個俄羅斯朋友 他我們是早上五點的飛機 可是他每次出國 就是很興奮 好像他第一次出國 五點飛機 他帶了 那個 六瓶啤酒 就是一箱啤酒 然後就是 兄弟開喝了 出國要開心 可是我以為要健康 我以為我們要去辦正事 結果呢 最恐怖的是 俄羅斯人還很會帶氣氛 我本來不要喝 他們帶氣氛 然後我們還沒有那個過海關 我就 然後 然後 很無聊啊 過海關很無聊 你每次排隊 你一直排隊 一直等啊 還有時間有延誤 你就 幹嘛 重點 這是重點 我們過海關 已經過海關了 開始無聊了 發生什麼事 他去買一瓶Vodka 免稅Vodka一定要買 這不是無聊 這是剛開始好玩喔 然後 我們 才剛到澳門 我們已經完全醉了 哇 他真的怕只有飛機啊 很好玩啊 我覺得 你的故事從開始到現在 都很合理啊 哪裡合理啊 真的 早上五點開喝 然後到澳門 差不多七八點 已經完全醉 很好啊 一瓶Vodka 已經不見了 開心啊 而且他們會 比不該喝酒的人喝酒 對啊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 我忘了我們去哪裡 我們去南部拍一個 好像外景啦 我們嗎 對 你記得嗎 我們去拍外景 然後我們要開夜車回來台北 是 開夜車回來 他就是一定要到 我們已經在那裡告訴公路 告訴公路那個休息站 沒有賣酒喔 你知道嗎 嗯 他指令那個司機 或司機請你開到市區裡面 我不知道我們在哪裡 他就開到市區裡面 為了買酒 這樣就是你不對了 因為我們都會自己帶酒 你怎麼要 我們去外景啦 我們去工作啊 所以我們沒有帶酒 我們去工作 我們都自己帶酒喔 對不起 我現在一直不會這樣子 對不起 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像那個佩德羅講說 為什麼每個地方到時候要拍 比如說去哪裡景點也要拍 去這個餐廳 那個吃什麼也要拍 就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拍 到底為什麼 有時候我就跟他會講說 難免會有一些口角 對 可是我發覺 你跟他口角下去 就趕快拍一拍吧 後來我想說 好 你要拍就拍 趕快拍完 我們趕快走 或是趕快拍 我們就可以吃了 對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有時候有時候 餐一來 好香喔 就是 就是你會覺得說 被斷掉了 就像大到一半被夾斷這樣 最花時間我覺得在海邊拍 因為我們都喜歡比基尼 我們要拍起來很瘦啊 腿很強之類的 屁股很翹啊 這比較難我覺得 真的會拍照的男生很加分 對啊 真的 所以我剛才這次去泰國 那邊有很多普通國家的女生 然後他們那邊就是 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我就看著他們的男朋友 我覺得 嗯 現在世界真的很不一樣 是不是 他們國家沒有 沒有很多人這麼有錢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出國的時候 真的好興奮 好開心 真的 他們俄羅斯人覺得 你出國 在那邊不是 不是 不是國家 在那邊就是外星 外星人的地方 你知道嗎 沒有人聽得懂你說什麼 沒有人管你做什麼 所以他們一下飛機 就是很大叫這樣 就像我們比如說 我姐姐來台灣找我 但一下飛機這樣就說 耶 開商品喔 我在國外啊 耶 我說姐姐 你知道嗎 你可以不可以就是 不要打興奮 因為有可能人家會認得出我 這樣子 你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他說 I don't care 就這樣子 我看看禮拜就這樣 天天都這樣 就有點累 然後他們就覺得要 一直要喝酒 這是真的 沒有 開心就對了 開心 對 早上到晚餐要喝酒 然後會去飯店 你也知道對不對 飯店都是要 就是all inclusive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划算 又不用就是去付錢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喜歡 早餐 午餐 晚餐 都是all inclusive 不用再付錢 就這樣子吃到飽 結果他們吃真的超多 超多你知道嗎 吃到飽 但是他們的吃到飽 跟台灣的吃到飽 完全不一樣 你可能就是可以了解 我覺得 吃到飽 有的人你知道嗎 那個吃到飽的地方 就是一個bar 對不對 他們就拿椅子 坐在那個bar 在那邊吃這樣子 然後他們覺得你去那邊 走來走去很麻煩 走來走去很麻煩 你就坐在那邊然後吃 就比如說那邊有什麼 蝦子 他們不會拿兩隻蝦子 他們就拿整整個完 還是他們就是椅子坐 蝦子撥完吃完再換下一盤 對啊 是真的 真的很多人這樣子 是不是 真的 你可以在黃土坎坎很多人這樣 他會幫別人加菜 應該不會 但是他是 就是想吃我在瑞典 對 在瑞典的時候 就是他有那個芳梨 然後他還沒有切好的 就是他是整個芳梨 然後 你說像馬路頭上那一個 對 很像啊 對 然後就是有兩個 就是他們應該是父親 他們就說 就是那個老婆她說 我要 我想吃芳梨 然後她老公說 好 他拿了整個芳梨 放在桌子上 然後幫他切 很大方 然後大家都是沙漪 他叫服務生拿到 他拿什麼東西切 是重點嗎 有些是重點 到底哪有水果 是擺飾 擺飾而已啊 但是你知道的是什麼 俄羅斯人還有一個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地方 他們在國外也會講俄文 就是像是在瑞典那一天 就是也是這兩個夫妻 他們要釘啤酒 然後他們說 逼吧 就是啤酒 然後這個夫妻說 就是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 他說 他說 他不就是 他不就是懂 他說他要 就是叫濃的啤酒 就是答著 逼 逼 逼 你是白痴嗎 我說 逼 對 對 然後我就是看那個 那邊有人說飯店 他們說 那一家飯店蠻不錯 其實很乾淨 但我覺得真的不好 你們不要去那邊 因為那邊沒有人聽得懂俄羅斯話 不好意思 我為什麼要聽得懂俄羅斯話 我真的 你出國了 聽到目前為止 好像真的是俄羅斯的朋友 就感覺 聽他們出國的事很好笑 但跟他們出國應該會氣死 我之前住在日本 然後就是跟很多日本朋友出國過 我覺得日本人最煩喔 他們就是賣一本 就是今年最流行的那本觀光書 他們就賣 然後每個人去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就是到了那個地方 就很多日本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拍照一定要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 Point你知道嗎 不可以在右邊一點點 左邊一點 不可以 他們就是要在那邊排 然後就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日本人好愛排隊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他們很乖喔 他們在那邊排隊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 幫幫大家排隊 然後他說 怎樣要排隊多少 就是幾個小時 多久時間 多久 他們說一個小時 他們說好了一個小時 排隊吧 然後在那邊排 一個小時了 很久耶 我們可以去吃個東西喔 喝個茶 什麼的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在這個地毯 然後就可以撲在地上等 然後躺著 因為我覺得其實拍 其實拍照 你也可以拍那個地方 但是不是從那個點 你就是可以旁邊一點拍也一樣吧 對不對 他們不是 然後吃東西也一樣 他們不可以吃路邊的東西 所以你帶 就是日本朋友來台灣 你帶他們去夜市 他們不可以接受 他們就是 真的覺得太髒喔 他們不可以 然後我覺得很驕傲 我覺得台灣的夜市真的很好觀喔 很好吃啊這樣子 他們不可以接受 他們真的沒辦法 他們會去 但他們不會吃 他們不可以吃 他們就不會吃 真的喔 然後拍照 然後會吃 他們就說 這個可愛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不吃 你知道嗎 對 比如說你跟日本朋友去海邊 他們真的不會玩水 然後不會玩海邊 他們也不可以穿比基尼什麼的 他們的泳裝都是這樣 比較保守 對 就這樣子 就他們超級怕UV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千歲的 對啊 對 真的是千歲的 然後我覺得 我穿比基尼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 對 沒有感覺 他們比較害羞 他們有害羞 又很怕晒黑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人怕晒黑還OK的 是健康的怕晒黑 你就是猜一下那個飯菜就可以啊 但是日本人他們真的不可以 準備好了 好 麻煩小梁哥 加油 氣死 開始 為什麼吻到就頭痛 傷到鼻子前面我吻一下 不要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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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不要吻 真男人很辣 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要抽下去喔 我不抽 下一位 不要 他可以喔 他可以繼續吃 吳子龍接受 不能試的話就拍囉 對 好 你不要吻 但是 我跟你講不要勉強 要吐就吐了 對 因為我也是在一直在看肯娜 他好像差不多了 他好像 他這個怪獸還有我們多遠一點 我覺得 肯娜 後面 肯娜 後面 可以 不要勉強 以後就吐出來了 等一下 對 可是你要吞下去 吞不下去你就吐了 我要五分鐘 下一位 賈斯汀 不要吻 五分鐘 爛套了 你看看安妮是怎麼看的 爛套了你 快點 快點 至少吃一口 六十秒了 快點喔 你們再這樣玩嘛 已經六十秒了 你多一點喔 你是不是 你 爛套了啦 爛套了啦 而且不行 第四棒 安妮 安妮 安妮真的敢吃耶 安妮 安妮 怎麼了 等一下 剛剛那一塊碎掉了 我聞到了 很美味對不對 OK嗎 好好吃喔 跟你上次吃到的差不多嘛 差不多了 他繼續夾了第二塊 你要不要關心一下肯娜 我覺得你不要在這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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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為什麼不講 文正 這個呼吸就要 文正 時間過了一百二十秒 誰叫他站在這裡的 欸 你看安妮 我推下去了 喔 直接 好險 可以直接贏嗎 安妮好強喔 安妮超強耶 你們知道安妮哪碗白飯來好不好 真的 你要不要一碗白飯 安妮還在吃 還是一盤麵 安妮 今天晚上不管是誰 請不要跟她接吻 安妮很強耶 你很強耶 安妮不錯啊 你不錯 你是真心覺得好吃嗎 Oh yeah 真的啊 安妮你要一點水嗎 他吃了快一半耶 Oh my God 吳子龍 你有什麼資格跟她來 你講一下口感好不好 你覺得如何 就是 很像襪子泡在 麥克風 很像襪子泡在水裡 然後已經爛掉了 剩下二十秒 然後你再拿去吃 阿妮還要吃 你這樣全台灣的男人 都會想娶你耶 Oh my God 阿妮太棒了 謝謝主持人 8 不急 他沒有想要跳過的意思耶 好優雅 你可以再按下鈴 再讓肯娜吃一次 T 太厲害了 安妮太強了 來來來來秤一下這個 時間到 非常棒 我們剛剛都已經有 在思考人生了 秤了這個盤子的重量 有沒有吃 扣掉盤子之後 你們總共吃了330克 剛才東方 540克吃到變330克 對啊 所以剛才東方隊獲勝 因為東方隊吃了400克 YES 我跟你講我們西方隊 西方隊 西方隊可惜就是在賈斯汀沒有幫忙 真的 沒有 他完全是靠安妮在撐的 對啊 而且剛剛有多恐怖你知道嗎 我一回頭看到肯娜 肯娜對著我是這樣 這一回合恭喜東方隊獲勝 但是跟夢多無關 那我們要繼續挑戰第二回合了 好 好 那我們安妮準備好了 好的 計時開始 拉麵應該還可以吧 我聽說這個真的不是從地獄來的 有啊 剛剛夢多吃一口以後 它就變成從地獄來的啦 它不是原本就是嗎 地獄來的經驗 地獄應該是明天早上 有被拉到喔 有被拉到喔 真的有拉 安妮說很辣喔 有辣喔 你的表情 我有看到喔 他繼續第二口囉 他太不信任後面三個男人了 聽他知道他的隊友太糟糕了 而且是很大口 不要吸 慢慢的放進去 這是搏命耶 不是 剛剛他說或是我想 他開什麼樣這樣 他說會嗆到喉嚨 會嗆到喉嚨 對 他說會搶到喉嚨 慢慢咬 吸會嗆到啊 時間過了50秒 50秒 50秒才第一棒而已 對啊 我覺得小心一點 好 下一位 下一棒 安妮放手了 那是夢多的筷子丟掉 什麼 化掉 不是 那個要燒耶 化 來… 很辣喔 我覺得吳子龍對於辣 吳子龍不要吸 吃麵的不一樣耶 吳子龍不要吸 不能吸 你就把它當義大利麵來吃嘛 辣嗎 很辣喔 有辣喔 有辣喔 你這 它可以耶 這浪費時間了 時間過了90秒 它沒有浪費 它一口接一口的再吃喔 對啊 可是他 吳子龍可以吃這麼辣耶 吳子龍 可是他的鼻翼啊 好像在流血 這是他 你自己看他的鼻翼 小心 紅的要命耶 那麵要命 你的麵就在旁 好 下一位 來自南非的肯娜選手 還有棒喔 你不要棒喔 下面比較爛 第一口到底如何 它撕好大口 其實滿香耶 時間過了120秒 兩分鐘 慢一點 會嗆到喉嚨 小心 不要嗆 再來 慢慢的放進去 來 再來大口 快吃完耶 快吃完 好久喔 麵不要吸盤 你撤到 完了 我覺得這次西方隊的贏面很大喔 對 贏面很大 賈斯汀有壓力囉 贏面很大 可能最後的關鍵在賈斯汀 沒有壓力只有臭味 賈斯汀 只有賈斯汀的部分了啦 你不要辜負你的隊友 斯汀 前面都很努力 我希望你加油 時間過了150秒 賈斯汀盡量吸 賈斯汀盡量吸 可以吃到 來 來 下一個 這個還好啦 下一個 吃完了 6 5 4 3 2 1 時間到 小心 小心衣服 他們不知道 湯汁很重要 湯汁占絕大部分 對 沒錯 湯難道不會重嗎 湯就算再重 他們也吃掉了814顆 對 而且當然蛋不吃了 對啊 我們輸了 這一關恭喜西方隊獲得 好 這是他們的棒次嗎 對 那為什麼吳祖龍看起來好像要上 斷頭台的臉 不要勉強 OK 我盡量好不好 盡量 沒關係 我弟弟當然會去釣魚 然後他都用一大堆這樣的東西去釣 不要再想這個 不要再想這個 對自己沒有幫助 這一碗絕對是吃不完的 一而食 是 但就是嘗嘗看 至少你出去說我嘗過這個韓國串 對 對 看胡子龍你也可以只喝湯頭 也可以 你叫他湯頭 My God 計時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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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快點不要浪費時間 就這樣 他們是來逛街的 就這樣 來 來 斯汀 眼神死 對 30秒 他有內心系耶 纏豆酥他就是纏豆酥 他就是纏豆酥 對 他真的會爆漿 他就是纏豆酥 斯汀 加油 他用臀的 沒有還在 還在 對 安妮不要吻 不用吻 要吻耶 他好有實驗精神 他好有實驗精神 時間過了60秒 好 好 你就是台灣男人的夢中情人喔 安妮 就是這樣 好多 好帥耶 按我的文化 不要 他這一口抵得上前面三棒耶 完全抵得上前面三棒耶 Man 不要 對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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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起韓文了 加油 安安安時間沒到 你還要90秒 安妮你按0啦 我不曉得想看後面男生的表現 安妮好棒棒喔 我考慮他的鼻子給你 太棒了 又換回五指了 爽啊 紫龍加油 好 我來今天吃一大堆 幹嘛 你可以跟你的隊友商量 要不要認輸 嘿嘿嘿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這樣 我有家庭 安妮OK喔 哇塞 我就說 他們這一隊 從頭到尾都是靠安妮在撐的 真的 120秒過去了 我不用否認 真的好吃喔 什麼味道 我沒有 你主持人耶 你主持人耶 我不是參賽者嗎 真的很好 你過來 那你喝這個湯頭 我們是東方隊 東方隊 你變我們這一隊了 對 150秒過去囉 對啊 只是你們一直看安妮在吃 有 咬 趕快咬 吞下去 不要想 不要想就吃下去 不要想 吞下去 對 安妮 吞下去 子龍在等你 沒有喔 是東方隊等一下 東方隊 東方隊 2 8 7 6 4 3 2 1 時間到了 是吃了不少耶 靠安妮 對啊 安妮好強耶 他們還是有吃了60 都是安妮吃的耶 60克是不是 對啊 我們這一隊真的太強了啦 給安妮掌聲 安妮幫幫 好 中隊要有挑戰吃鴨舌頭啦 是的 那第一棒呢 沒想到是吳子龍耶 對啊 他們覺得好像OK耶 覺得應該比較OK 吃完那個韓國語之後 我覺得什麼都OK 你剛剛並沒有吃啊 你剛剛吃了什麼 我也是吃一個 一個 不符合我的口味 好的 吃了一個還敢講那麼大聲 真的 對啊 比比亞請準備啦 請準備 計時 開始 還不錯吃吧 還不錯吃吧 OK吧 我都想吃了 跟主持一直比 心肝在這裡 肉要吃掉 旁邊那兩條肉 對 對 小聲姐很有研究 能快吃啊 好吃 如果你不敢吃的話 沒關係 因為這個等一下也會拿來秤重 對 對 那個肉才好吃耶 我看 這版面的超硬的啊 沒有 沒有 它上面有一塊肉啊 要咬一下 有體驗到 你就讓賈斯丁二啦 快點 對啊 那是好吃啊 這鍋為什麼 你現在是不願意是不是 思丁這OK的 30秒 丁哥 我的隊友真的太爛喔 你怎麼可以吃那麼忙喔 你只知道我們才比賽嗎 有在計時耶 有在計時耶 那個肉你們都不吃喔 浪費喔 他們真的不會吃鴨蛇啦 你們真的不會吃鴨蛇 你們真的不會吃鴨蛇 然後呢 現在是真的不要跟外國人整一下 一起來吃肉 最近經典是在那肉 這個嗎 對 很細緻 你需要一些真功夫 好吃 是不是 賈斯丁覺得什麼味道 乳肉啊 很好吃啊 它就是乳的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你也沒吃過嗎 我沒吃過 真的假 這個真的很慢耶 這就是慢慢啃配酒 好 他們吃 這個他們吃的樣子 讓我很想嘗一個 等一下可以 如果有剩一個這樣 我們兩個都沒有吃過 90秒了 只要可以放下成劍 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是 什麼樣東西不是這樣 你不一定 殘勇我就覺得 真的有點誇張 你 我覺得殘勇就真的有點誇張 你放不下自己吧 那為什麼不這樣放下成劍 我放下成劍啦 我吃啦 但是它那個 它就沒有像鴨舌頭 這樣子的好吃 OK 安妮是超快的耶 對啊 安妮最棒耶 安妮真的很厲害耶 真的很棒耶 好香喔 好好吃喔 你給一個 你給那個預備嘔吐的肯辣 一個機會好不好 我時間過了120分 120秒 安妮你之前有吃過嗎 沒有吃過啊 那就還好 來來試試看 這好好好吃喔 大家加油 你正在跟 沒什麼怪味啦 你正在跟鴨接吻 就這樣想 很浪漫 很浪漫 你趕快了啦 你在幹嘛 趕快 有 有 他們都有 他們肉都沒吃好浪費喔 好浪費喔 對啊 好浪費喔 他們只是把鴨舌含進嘴巴裡面 然後再放出來嘛 對 就是跟他拉技 對 需要一些技術 有 對 對 對 好吃吧 時間剩下20秒 好 吳子龍換你了 好 吳子龍 又輪回到他們的第一棒了 浪漫 你覺得他吃起來什麼感覺 就快一點 這個滷味啦 比較有嚼勁啦 6 5 4 3 2 1 時間了 停 這應該是你們今天吃的 最好吃這一道了吧 差不多啦 最好入口的啦 對 好吃啊 可是他吃起來滿難吃的 不方便 對 他要慢慢的咬 對 你們總共吃了107克 因為那就是小小的啊 對 如何如何都可以接受吧 那個不錯 真的好吃喔 他就很像那個雞爪 有一點像 雞爪肉啊 對嘛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